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帶了一支老蛙 1224 5.6 來試一試 這支鏡其實都出了一段時間 為何今天拿來試呢 因為原來這支Zoom鏡 1224 有A-mount A-mount之餘還要有連動 代表可以用黃斑去對焦 其實通過觀景器看出去 1224 大家玩開AM機 就看不到有什麼效果 一定要下EVF或者Light View才能看到 但是由觀景器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黃斑對焦了 為何有人問 其實不用做黃斑對焦也可以 只用EVF或者螢幕來看就可以了 我試過的 因為它5.6 降圈 而且是Wide Angle 對焦的時候看Peaking 其實整個畫面都會全紅 有些人就會反映 整個畫面都全紅 究竟對到對不到呢 放大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有分別的 但是分別也不大 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就會用黃斑去對焦 方便很多 再講一下這支鏡的特點是什麼 前面不是燈泡型的 其實它放到一般的Filter 即是Screw-in的Filter 這個就是77mm 其實77mm 加上普通的Filter 加上夾夾蓋 都可以保護到鏡子 在拍這個風景都已經夠用了 Leica 就有一支16 18 21 但16 18 21 那支只是16 18 21 這三個段數才可以拍到照 但這一支就是12-24 是無段的 即是一支普通的Zoom鏡 無論去到哪一段都可以拍到照 令到非常之好玩 這支鏡子 我就來到西九那裏 我試一下 還有它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去到0.15米 有這個超廣角的近攝功能 待會會試一下 應該可以貼著物件很近 去拍到那件物件 12的時候 那個張力應該會很大 我現在都會去試一下這個效果 究竟是怎樣的 還有我去轉對焦環的時候 0.7那裏卡一卡的 為什麼會這樣 玩開AM機的都知道 因為去到0.7之後 那個黃斑就不會再動 即是對不到 就要靠Live View 以及EVF去看 今天這麼好太陽 我都要去快點拍照 我可以聴訪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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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12-24mm 去拍照 其實這12-24mm 給我的感覺 好像去到另一個世界一樣 因為12mm 的超廣角 令到所有東西很有透視感 以及衝擊力都非常之大 以及我拍了一些12mm 超廣角的近攝 你會見到主體和背景 令到整件事 那種感覺是 因為平時的鏡頭是做不到出來的 很大很大的感覺 很有張力的感覺 看到那朵花 看到蜥蜴仔 你都會見到很不同的 以及12mm 在香港來說 我覺得非常之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城市裏面 很多建築物都很近 很有壓迫感 你將12mm 令到包圍感會大很多 所有東西都會拿捏到在照片裏面 無論一些很高的建築物 很近的建築物 你都可以用12mm 去所有的東西拍照 以及透視感的衝擊力 是非常之強的 看到這支鏡的效果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試一下這支鏡 可以來到我們店鋪 去親身感受一下這支鏡 我們現在就是旺角星際 可以買的了 大家不妨來我們店鋪去試一試吧